平安醫院 我是平安醫院精神科醫師林博彥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妥銳症 那妥銳症呢 其實 很像我們台語講的 中膏 或者是中邪 怎麼說 因為像大多數 好發的這些 小朋友都是在 學齡前或者是 國小階段會發病 那他們可能會有很多 包括眨眼睛 醒鼻子 甚至搖頭晃腦 聳肩 甚至有些人聲音上面也會有一些 包括親喉嚨 甚至更複雜一點的 他甚至會 會罵髒話 甚至會重複你講過的話 那像這些行為 都會讓身邊的人 會覺得說 這個人 怎麼這樣怪怪的這樣子 其實這個 老實講 其實並不是這個孩子 他願意這個樣子 是因為大多數是在 大腦的一個神經傳導的回路上 包括一些神經傳導物質的不平衡 造成我們的多巴胺可能升高太高了 那所以在後續治療上面呢 如果說在環境上 我們可以多增加 包括老師家長還有個案同學本身 對這個疾病的理解 那如果說真的已經影響到他的血液 家庭跟他的種種的自我照顧 那我們或許可以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 或許短暫的服藥 那但是這個疾病呢 其實家長千萬不要過度的擔憂或自責 因為這就像天氣一樣 變來變去 也不會因為家長延誤這個孩子就醫 而導致後面療效會不好 那所以在這邊呢 希望說大家可以透過以上的介紹 多認識妥瑞事證 然後給這些孩子更多的關心 那最後平安醫院 在這邊也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演講的活動 來促成大家更多人理解這個疾病 關心這個主權的孩子 謝謝 謝謝